欢迎收听7月5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子杰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 黄之锋拒绝亲不写求情讯 律师要求判3至7年 陈国基在联合国说 香港人压倒性支持23条 大陆人利用假学历申请入读香港大学 详细的新闻内容 初选47人案 星期五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被告假求情 黄之锋一方在求情时说 黄之锋只是参加者 没有参与组织初选 但就说 签署麦洛无悔声明书属于家刑因素 认为他的刑责属于积极参加者 应该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期 黄之锋由大律师李国威代表 他身穿蓝色衬衫和灰色外套出庭 坐在被告栏的最角落 他望向公众直视展现笑容 其余5名被告一排就座 各人和黄之锋之间 有几名懲教人员隔开 黄之锋一方 引用女婿余案的终审上诉裁决 指法庭量刑 需要将本地法律原则 和国安法并行应用 同意法庭可以将港区国安法第22条的量刑分级制 和最低刑期应用于本案 黄之锋虽然在案发时提到国际线争取外国势力支持 但强调只是涉及当时社会运动背景 和控罪无关 辩方指黄之锋只是初选的参加者 并没有参与组织初选 但他有份签署脈絡无悔声明书 属于家刑因素 并明言黄之锋属于积极参加者 在量刑分级中 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指黄之锋最大求情因素 是他及早认罪 故此应获传授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辩方请法庭考虑黄之锋 在案发期间 另外因为多宗案件被判囚 着情作出减刑 辩方强调 重点是本案判刑会否对黄之锋 造成沉重打击 又透露他的母亲、教友和前老师 都为他赞写求情信 指黄之锋在案发之后 希望放下过去洗心革面 法官一度关注有关的讲法从何而来 辩方说是属于黄之锋的指示 但他选择不亲自赞写求情信 谭文豪就由资深大律师何佩谦代表 指谭文豪以中文亲自写求情信 他太太和母亲也都有为他赞写求情信 辩方表示 谭文豪认罪并已经离开政坛 至今被还押超过三年 准备好建立新生活 希望可以彌补 失去和他一对农奉胎子女、妻子 和母亲相处的时间 另外他在还押期间 收读会计及工商管理课程 其中三个科目获第一名 准备在完成复营之后寻找工作 而谭文豪早在收到控方案情撮要前 已经打算认罪 希望法庭接纳他有真诚悔意 给予全数三分一的认罪减刑 辩方又建议 谭文豪应该被归类为量刑分级中的积极参加者 指按被告承认的案情撮要 在国安法实之后 他一共作出了三个行为 包括在初选论坛发言 参加初选 和递交提名表格参加立法会选举 并指若果法庭认同判刑 不应追溯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言行 就只是应该基于该三项行为判刑 辩方另外又提到 谭文豪曾经在2021年9月 自愿同警方录取口供 当时曾经提及 当然如果你问我转头 我绝对不会参加这个初选 如果知道是犯法的话 认为反映他在参与谋划时的真实心态 并在最后为谭文豪表示 在此我希望向法庭表达 我对过去的言行深感悔咎 希望公开向香港社会各界 及中央政府真诚道歉 另一名被告李家达 就由大律师陈德昌代表求情 他先详述李家达的背景 他在2013年成为注册社工 又透过戏剧教育 帮助约细腎学童 并指有学童父母特别写信 赞扬李家达对教育的热成和进责 成功令他们的子女 不再害怕和人交流 辩方继续指 李家达在2019年 开始修读表达艺术治疗的碩士课程 希望进一步帮助服务对象 遇上2019年社会骚乱后 有感年轻人绝望无力 决定参选区议会 希望可以带来改变 几个月后因为认为需要踏上更大政治舞台 参加民主派初选 从此走上歧途 如今他向法庭承认犯错 而及早认罪就是他负义的证明 辩方透露 李家达还颜期间 他女朋友一度提出先结婚 但他希望获息之后 能够举行一个邀请亲朋戚友参与的正式婚礼 又指他获亲友、中学校长、大学教授、服务对象、官堂街坊 等写信求情可以证明他的品格 更加有认识他的非牟利机构表明 乐意在他获息之后 拼用他做研究助理 辩方继续引述李家达写的求情信 强调他已经改变 并认为李家达属于积极参加者 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指他的刑责不属于最重 建议法庭以六年半监禁作为略形起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四在瑞士日内举行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发言时 声称23条立法是市民和议会压倒性支持下完成 评论分析指 陈国基的语气上和中国官员无分别 突显香港官员只不过是中国的傀儡 听下钟广正的报道 陈国基在会上一开始先宣扬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方针一直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 政府新闻稿章 也作够温和的鼎力支持 而不是压倒性支持 而他之后的发言中 完全没有提香港在人权和新闻自由指数全面下跌 只是一贯式宣扬经济持续增长 生机安然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浦认为 香港的人权及经济状况都下跌 陈国基没有说出事实 在人权各方面的问题这么堕落的情况之下 依然说出这些说话 竟然是与事实不符 但共产党重要的地方不是与事实不符 由他的讲稿 到他们所有的语气 基本上都是完全是中原反 中共愿在 完全的手法 不要认为这个是香港的官员 他只不过是中共的傀儡 至于代表团团长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毓表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稳步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批评个别国家针对中国 还有一些建议出于政治目的 基于虚假信息 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 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 我们坚决拒绝 虽然会议最后通过定期审议 关于中国的报告 但有西方外交官指控中国暗动手脚 为制止批评而投入政治资本 老头社曾报道 中国曾游说非西方国家 要求他们提出建设性建议 实质值机称赞中国人权记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香港警方拘捕两名大陆女子 怀疑她们涉嫌以假学力 申请入读香港大学 本台发现 大陆社交媒体充斥大量广告 声称可以申请所有文件 只要给足手续费 就可以入读香港的大学 有前广诗形容 大陆的学术腐败 早已经扩散到香港 听下下说的报道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 今年5月爆出 有大陆石士生用假学力入行 并且展开全面彻底调查和报警 院长蔡洪斌 近日亲自向大陆官媒财身网揭露 现时发现大约30多名假学力学生 全部都是中国籍 预料最终或者涉及80至100名学生 又说中大 理大和都大 都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后方详细公布造假过程和调查过程 强调当中涉及集团式运作 中介造假手法达到惊人地步 根据大陆中介公司在网上的宣传 过去多年大陆流行补取鹿升学文化 多数先找中介经过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包括配对合适的学校和介绍人 整合后付要求的成绩单 学历文件等 来增加翠络机会 其中香港对于大陆来说 是最为吃香 加因卖点是 香港是最邻近的海外升学地区 在全球的排名有一定的认受性和公信力 而且含金量高 可以作为晋升和拿到香港身份证 或者移民的跳板 任教过香港理工大学当年的 前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健华说 过去香港的大专院校学店现象 滥收学生的问题一直存在 而招收的目标 正正是热冲离香港升学的大陆学生 收生的要求相对宽松 而这些课程都可以很省水的 很省工程 一般这些实试的课程 一年多才可以不业的了 很多院校伐出来就很草率的 其实就找个教职员 背一个口牌 叫做课程主任 但是到后来就教不了 就会教的嘛 收了生之后就找一些街外人 来教 有时真的会 甚至是薄身订做为国内市场 来明明大客 规动要用英语受货的 实际上很多时候用了 很多话、唇课都有 很大比例都是国内的学生 他又说 过去香港院校出现假学历史有发生 不过今次港大风波情况突出 反映集团式造假情况严重 相信校方担心舆论影响自身的信誉 而不得不高调处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下说报道 英国大选投票结束 只是剩下小部分票站没有结果 在野工党已经奪得最少411席 比上届大幅增加213席 取得国会下议院过半数控制权 新伟成领导的保守党 长达14年的执政告终 第三大党是拿到71席 以值大增6倍的自由民主党 听下文在山的报道 英国大选第二天 伦敦阴情不定 保守党党魁新伟成 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面 发表告别讲话 虽然他报得住自己的国会议席 但仍然为保守党的选举失利负责 宣布辞去党魁 等选出继任人之后就会卸任 同时宣布辞去做了不够两年的首相一职 共党党魁施纪然之后去到白金汉宫 获国王查理斯三世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 授权他组织新政府 61岁的施纪然将会成为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 年纪最大的新任首相 他带领的新政府 又会为英国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19岁的Rexley是伦敦国王学院法律系学生 是以BNO受养人身份而居英国的香港人 他两年前加入工党 近期更加获选为东亚及东南亚工党 执行委员会发言人 积极为工党候选人助选 亦熟悉工党政策 他眼中的新任首相施纪然 亦都是中间派人物 会平衡商界利益 Kia Stammer曾经是人权律师 他做了之后就做了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 就是帮忙做prosecution 其实他都很关心人权 关心这些东西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 政治光谱上属于中间的政治人物 其实当然他有一些是偏向左的政策 就是好像nationalized rail 或者还有energy 但是其实他都是有些不同的政策 是pro-business 不过在香港人最关心的对华和对港政策上面 工党大选前公布的政纲着脈甚少 只是提到会审查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而在对港政策上面 就只有一句 说会继续支持在英港人社群 Rex承认工党为了顺利赢得今次大选 政工上相对小心 不过他在党内了解 工党不会收紧BNO签证计划 反而会研究将计划 扩大去到97年前出生的香港人 他肯定说 工党会在香港和维吾尔人问题上挑战中国 在对华态度上也都只会更强硬 除了挑战之外 其实我们还是会有cooperation 其实cooperation我们说到好像 会容忍他们人权问题 但其实不是 我们一定是和保守党 目前的立场是更加强硬的 而提起工党上场 不少香港人都关心会不会加税 Rex澄清 工党一早已经承诺 不会上调入息税 国民保险和增值税 但就会取消可以合法避税的 非税务居值身份 对私校学费加征20%的增值税 对石油和天然气大型企业 征收暴利税 和检讨非必要开支等等 头两项的建议 都在香港人社群里面 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第二个其实我完全明白了第二个 私校BAT 是一个很关难的决定 其实在工党的报道 好像你刚刚说 钱中何处来 我们其实我们认为有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像NHS 介绍上比较安全 很多不同的重要东西 我们认为其实是 比私校更加重要 而工党的政纲提出不少宏愿 包括承诺减少国民保健服务的轮后时间 增加警力打击罪案 建立公营绿色能源公司大英能源 和独立机构大英铁路 推动铁路服务国有化等等 不过上述几个方式 筹到的资金 是否足以实现工党的一系列 红图大计 兑现选举承诺 仍然是不少选民的疑问 Rex 说 他会继续监督工党施政 同时在地区了解居民意见 再在党内反映 他本人也有计划重证 希望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律师 和参选地区议员 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英国国会议员 自由雅德电台记者 文在山英国伦敦报导 星期四举行的英国大选 以BNO移居英国的香港人 也都可以登记成为选民 但在较少港人移居的苏格兰 有数以百计登记了做选民的 而英港人 一度被当地选举登记部门 误列为无权在大选中投票 有港人组织负责人推算 即使当局在选举当日 即时糾正错误 估计仍然有过百名香港人 因为当局行政失误而未有投票 影响港人在苏格兰安心定居的信心 听下梁炳康的报道 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估计 当局可能在西选 哪些地方选举选民 可以在英国大选投票时出现人为错误 误以为香港居民是中国籍 但不了解英国国民海外身份 是英联邦公民 有大选投票权 他推算 刺失了几百个现居苏格兰的BNO 香港选民 面对同样的情况 当中两三成最后未能投票 其余大部分 联络选民登记办公室之后 成功在票站关闭前投票 不过他表示 部份ERO职员未有积极处理问题 有3,000人 3,000的BNO visa holder住爱丁堡 这3,000人里面 有若干不少人数 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分别地向这个ERO反映 但结果是 同一个城市 同一个office 不同的职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叫他说 你明年再登记过 或者下次选举你再投票 有些就即时跟他们 更正错误了 现居苏格兰南拉纳克棍的港人Alice 在选举前 已经凭BNO护照登记在大选投票 但为审慎起见 她在大选前和选举当日 相介意电邮和电话 向ERO核实她和丈夫的选民身份 但对方的回复令她相当无奈 BNO和HK是扔着 因为她跟我说 你有BNO 你一会就只减BNO 但你一减了HK 你就属于中国了 她和丈夫 之后去到票站尝试投票 她发现自己在选民登记冊的名字 已经被删去 票站职员向上级单位了解之后 也都拒着夫妇二人投票 几经波折下 她傍晚再接获通知 说她和丈夫可以去票站投票 才终于如远以上 Alice和丈夫 但见香港选举变成内定 一直很期待在英国大选中投票 她形容今次的行政失误好苏格兰 整件事好英国好苏格兰 不应该错的都可以错的 好像整件事已经很复杂了 以为以前投过票 原来我们只可以投回苏格兰 这边的一些直选 或者什么地区 原来又要有其他资格 又或者要做多一件事 才可以投这个大选 所以我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她都觉得很不开心 她只见星期四 也有与苏格兰政府部门 联直保持联络 但最终仍然有部分港人无法投票 她指 今次在当国的行政失误 相信未有影响大选的最终结果 但就动员了港人的信心 英国选举委员会的 苏格兰办事处发言人向本台证实 星期四 有持BNO护照的香港居民 因为在选民登记冊被错误规律 而在票站被拒绝投票 选委会正向选民登记办公室了解有关原因 并会跟选民和票站职员研究 就选举过程发生的问题发表报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明康报道 近年来在国际影展活跃的一批中国新进导演 他们在逼側的政治环境中 努力触及真实议题 早前有导演在国际影展 就因为敏感话题的影片获外界称赞 但也都怀疑因此 令中国当局发布最新的电影管制指令 要求参加境外电影节之前 必须进行完整备案 网友和时评人就嘲笑 这个展示了习近平的文化不自信 听听吴奕彤 江永的报道 在今年上半年的两大电影节上 中国第六代导演黄小瑟 拿未获龙标公映許可证的《玉土》 参加了2月的柏林影展 另一位第六代导演 留意记录武汉封城的新片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即在5月的《康城影展》引发关注 但这些真实反映中国社会议题的影片 在海外获得赞誉 就令中共当局心感不安 中国国家电影局周四发布通知 将管控之手伸向海外影展 涉制完成的电影 取得电影公映許可证后 才可以参加影展 通知书亦涵盖短片 要求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 需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 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目前旅居法国的中国第六代导演 胡雪阳向本台表示 中国第六代导演 在中国逼侧的政治环境中 努力通过电影 记录历史和社会公共事件 也努力呈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因此如王小瑟、刘叶等电影人 在国际影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令当局不安 胡雪阳认为 中国当局推出的海外参展限制令 直接原因极大可能是 和王小瑟拿母龙标的沃土 刘叶拿一个未完成的电影参展 引发关注有关 这些限制令 针对的是敢于坚持的中国电影人 胡雪阳又说 目前有多位中国第六代导演 不堪忍受当局的审查出走海外 真正的电影人应该有自信 对抗习近平的文化不自信 对抗这种阉割电影精神的限制令 他们的电影法的规定 都是无极致的 看都没有看 瑞典文学家 翻译加曼之 曾经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他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深感自己学生的创作环境 日益恶化 他认为这个规定 无疑于要直接宣布 要对海外参展的电影 贴上党标 曼之又认为 虽然这个规定是针对中国电影人 但也是一种新型的墙壁管轄方式 近年来已发生多宗 中共直接审查 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事件 早在2019年2月 张艺谋导演 以文革期间 知识分子被逼进入弄场 改造历史为背景的电影《一秒钟》 在柏林电影节上 被紧急以技术原因取消首映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 是中国官方下达禁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吴亦彤 江永报道 接着由江永讲下 几则新闻简讯 造价与千亿的港珠澳大桥 启用六年一直入不呼之 就算中央推港车北上 力谷港澳自家人士使用 盈利仍然未见起色 本台早前更发现 大桥面临被新开通的心中通道 抢生意的难题 曾经向港府查询 大桥车流量及收支数字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最新回复指 港珠澳大桥的通行费收入 并非由港府收取 而是由大陆成立的大桥管理局收取 用以常还银行贷款 以及应付日常营运及维修开支 故不宜单方面披露 大桥收支的相关资料 因涉嫌触犯《国安法》 被港府扣留超过三年半的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他的儿子黎崇恩 近日为父亲在英澳游说 呼籲外界就案件 加强向港府施压 以求令父亲早日获释 黎崇恩在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 担心二年76岁的父亲会死于狱中 又认为不论工党或保守党胜出大选 都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香港高院原诉庭 拨回周幸彤要求其中一位审理 支联会颠覆案的国安法法官 黎远基备席的申请 周幸彤指 黎官曾处理支联会另一宗 拒交资料案的上诉聆讯 越览过大量非公开文件 不排除因此会对颠覆案存在偏见 但高院判辞解释 一名专业法官能将与案件无关的资料 抛住脑后 强调对李卓人 何俊仁和周幸彤三名被告 可获公平审讯有十足信心 所以拨回申请 两名医疗器材商人 上个月在菲律宾租私票 中国澎湃新闻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警方透过照片比对 已锁定两名涉案人士 其中自称里拿的经销商来自台湾 两名死者是香港上市公司高层 年仅39岁的谭阿夫 以及在另一间公司工作的美籍华人孙靖 两名受害人是应里拿邀请 前往菲律宾谈生意 但一落飞机就被绑架 其中一人的家属支付了绑匪 三百万元人民币赎金 受美中关系恶化及中国境内言论 控制加强影响 选择前往大陆的美国留学生数目 锐减至目前约800人 复旦大学个别知名的中国外交政策课堂 更由疫情前有三分之一美国留学生报道 变成现在一个都没有 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数目 已连续十几年呈下降趋势 而最受美国人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中国排名不入头20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一个庞大地下网络 正协助中国客户利用国际法律漏洞 繞过美国晶片禁令 包括聘用留学生以蚂蚁搬家的方式 偷运由辉达生产 能够训练AI无形的先进晶片 报导指一名中国留学生 曾经在行李中夹大六块辉达晶片 由新加坡回国 获得每一块晶片100美元的报酬 而且美国科技产品 在新加坡不受出口限制 不惜违法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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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